收穫當然是完成自己的所謂的三連把 對 那參賽了四次 然後在後面三次可以連續拿下阿瑪的三連把 其實就是很不容易也創造了新的歷史 那也希望把這個好的狀況繼續保持下去 其實大家的力量對我來說都是很大的動力 所以就算只是對我們說一聲加油 其實就是我們很大的動力的來源 所以請大家繼續為我們加油 最大的收穫其實我覺得 應該說感動之處啦 就是在場在上場打比賽的時候 就跟觀眾的互動其實是蠻多的 然後很融入這整個賽場 對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這將近有四五年的時間都沒有出過打比賽 所以這場這場世大運對我來說算是一個定型玩 就是可以緊接著後面的亞運 亞運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算是預備 就像我之前說過的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這個是兩個第一 第一面獎牌然後第一面金牌 我這些都沒想過 所以沒有想那麼多 那至於獎牌嘛 對於後續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是一種心理上的鼓勵 心理上的鼓勵 然後是一方面就像剛剛說的 很久沒打國際賽了 就是這次出來還可以拿到這樣的成績 是非常的開心 然後對於後面也可以增添一些信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